今天是4月12,星期一 整个市场开始步入4月份的中旬 直到现在这分钟 4月份只过了4个交易天 指数暂时有1号低位28,511点 升至9号早市高位29,152点 形态当然是先低后高的格局 但波幅只有641点 否则一半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在4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简单说 往后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说到这件事 上周五行只收在28,698点 明显距离今月的高位29,152点稍微圆了 相反来说距离今月的低位25,11点 是比较近的 技术上、形态上有少少市底的感觉 加上以收市指数计算 是走在50和20天线下 现在我们要留意的 不仅是今月的低位25,11的支持 而是10天线 10天线大概是28,477点 一旦有失的话 有心理准备市会较低一点 但我不觉得市会跌得太多 至于成交金額 这也是一个隐忧 因为过去这几个星期 市的成交金額 一直都逐步逐步萎缩 好像上周五 成交金額只有1,417亿 好了 市的分析说完之后 就看看阿里巴巴 内地已经是监管多个颁令了 罚阿里巴巴182.288万人民币 相对2019年全年营业额 4,557亿1千万计 等同罚了营业额的4% 对阿里巴巴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呢? 我们分两边说 先从罚则那边的款项来计算 其实以阿里巴巴去年2020年 12月31日公布的业绩之后的年报看 其实它手楼上的现金 现金等同的价值、价值、价值 以及短期的投资 一共有4,560亿人民币 即现金状况是很强很强 相对罚182.288万 其实影响一点也不大 还有一件事 这个事件已经扰扬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阿里巴巴的估计长期比较低迷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明朗 现在公布了罚则出来 数码比较大 就是说 由我方面看 这件事 暂时应该是告一段落的了 只要循规导矩 按照法规来做经营 其实一样可以逐步逐步去发展 所以阿里巴巴股价 如果今天稍微有少少受骂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我不知道会跌到多少 由309元开始的下限 如果我没有记错 最低好像闪一闪到207元左右的水平 如果有机会去到这个区间 100、200的话 我觉得可以挫挫货 因为始终我买到基本因素 还有相对一众的新经济股 阿里巴巴的估值是最吸引的 市盈率是最低的 好像26至27倍左右 换句话来说 来到差不多200元左右的範围 其实防守性相对比较强 短期的反复大家就略为包容一下 但如果作为中线部署 我觉得去到这个区间里面 是可以作一些部署 可以买的了 如果高价拿着的那些 暂时来说可以这样说 因为不明的因素 已经慢慢慢慢淡化了 可能会漸漸过去 所以就继续拿着在手 对阿里巴巴 我当然看得比较静面 好了 早市分析就讲到这里